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众所周知 任志强获取3月12日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 该文章录次习近平2月23日在17万官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揭露中共隐瞒新冠肺炎疫情 打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致使疫情扩散造成国家和世界灾难的事实 文章直指习是一位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文章呼吁中共应在这种愚昧中清醒 像1976年打倒四人帮那样 打倒阻碍他前进的领导人 可以说任志强的文章 宛如一身震荣发聩的春蕾 文章发表后 任志强随之失联 网络上也随即出现了一波强大的反习浪潮 如李克强的大学同学薛富民 要求中共高层召开紧急扩大会议 讨论习近平的功过和去留的建议书 中共元老李瑞环 温家宝 李南青 胡启力 田济云 上书习近平 五老上书 马云 柳传志 潘石屹等名其大佬 联名上书习近平 要求释放任志强 还提出了八项数 甚至还流出重磅传闻 称王启山以辞职相威胁 以致习近平不得不放弃终身制 被迫内地中共二十大的接班能力 反观这波反习浪潮 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和意图 那就是通过强大的公众舆论 迫使中共当局交代和释放任志强 4月3日 习近平带领七常委 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郊区参加所谓的植树活动 此而习王等中共领导人又出席了所谓举国哀悼活动 悼念武汉肺炎疫情中死去的民众 这是王岐山一个多月以来 首次连续两次陪同习近平出席活动 有分析人士认为王岐山的出现意味着任志强事件将会出现转机 也就是习王已经达成妥协 任志强应该会平安落地 因为处理任志强事件并不难 只要任志强否认文章为自己所写 双方都可解套 但北京纪委的声明透露的信息表明 双方已经撕破脸皮 习近平决意下重手 任志强难逃牢狱之灾 至于以何种方式收拾任志强 可能是中共惯用的经济罪名 也可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纵观武汉新冠肺炎 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惨烈危害 至今世界已有126万人感染 7万余人死亡 我们不由感叹 潜伏之落落不如疑似之恶恶的骨虚 任志强在文章中说 四年前的2月19日 我在转发央视信党的微博照片时 加上了党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 并且不代表人民利益时 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 的一段评论 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 和留党查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 但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 恰恰证明了当媒体都信党时 人民就被抛弃了事实 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 去公告事实的真相 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 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刘立新先生在他的极权主义与瘟疫 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一文中指出 2019年末这场瘟疫开始 悄无声息的蔓延开来 随之而来的更有极权主义带来的谎言 和对瘟疫言论的打压 这种推波助澜的方式 使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 经过一个月的发酵 瘟疫开始迅速传播 而作为极权的当局 并没有打算发布这一信息 在报道和指令中 伊朗可以看到禁止发布 可防可控的质量 并且在后来央视采访中 多名专家还表示 该病毒目前没有人传人的现象 并且一切防控措施 都是事先有准备的 极权体制对于信息的垄断 让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 也没有办法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进行预警和防范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只有一种来自极权的声音 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利 这种权利正在侵蚀 人们正常的生活 乃至生命的健康 透过这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我们不难看出 极权主义对信息的垄断 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就是瘟疫的根源 他们将能异化为被统治的动物 经常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教育和宣传 在权力方面 丝毫没有给予 作为发源地的中国 本来应该做好防控 而事实上 在瘟疫爆发的前一个月 中国当局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打压 言论和控制舆论 对于在互联网上发布 病毒信息的人 进行打击和威胁 塑造出一片 歌舞生平的祥和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 病毒早已飘扬过海 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 世界各国采取对华封禁措施 还遭到了外交部的严厉指责 说这是对中国的偏见 极权政权用这种特有的傲慢 俯视着全世界 就像是用瘟疫来控制世界的命脉一样 这种侠病毒以令世界的态度 让开放社会 追悔莫及 在一个极权体制之下 灾难都会带来战歌 每一次灾难都会是 一种对于民族邻居力的提升 这些人丝毫不知道追责 也不知道一个极权体制 就是这一切的源头 他们盲目为体制 摇旗呐喊 逐渐走上了一条 被奴役的奴役之路 而极权者 丝毫不会为这些行为反思 灾难过后的庆功殿 才是头等大事 他们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牺牲 作为悬要的资本 在一座座坟墓上 建起花园式的计量馆 而民众在欢声笑语中 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可以说刘立新先生 从极权体制的角度 认证了任志强观点的正确 有意思的是 习近平对于任何敢于挑战 极权制度和他权威的人 都毫不留情的打压 无论是任志强 许章润 许志勇 陈秋实 方斌和李泽华等 这些真正的爱国者 和讲真话的人 都被他视为敌人 但他又对维护这个极权体制的官员 给予了充分的保护 并对他们的作恶进行放纵 和赞赏 2月初 中国对于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事件 派出了调查组 学者于建荣就提出了一个问责清单 把问责对象指向地方各级政府 现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和他们的负责论 3月19日 国经委李文亮调查组 来汉后的40多天 调查结论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调查组公布了通报 结果是紧紧处罚两个基层警察了事 4月4日清明节中国政府为新冠疫情中的烈士和死者举行了全国性哀悼活动 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常委在北京参加盗链 但中国民间在网络上也举行了盗链活动 他们通过盗链抗议404中共封锁言论掩盖疫情真相 在网络上有网友评论到没有昨天的404就没有今天的404 有了今天的404明天还会有404 与其404哀悼不如404追责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不让人说话不仅天会塌下来还会天翻地覆 如果没有404就不会有4月4日的降半期 也不会有全世界的封锁隔离 人道惨剧和经济危机 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不是一个一个死去 而是一家一家死去 瘟疫将一个个温馨家庭所有的生命 全部吞噬 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烈 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壮 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麻木 是谎言 是风嘴 是满贫的404 如果我们不去问责追责 不去揭开疫情爆发的真相 不去倾听武汉人的哀哭 不去反思这场灾难 那么下一场灾难 很可能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武汉人说没有追责就没有道理 任志强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 并且不代表人民历史 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他的话并不高声 只是常识 任志强的话 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精神 将人民踢出去 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 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兼朝委 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 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领导的问题 而只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力 他的话是一句大实话 但已经在极权主义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习近平和中共 无法改变他的路径依赖 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批评集权制度和领导人的人存在 不能不去保护那些维护这个体制效忠领导人的人 因为集权制度依靠谎言暴力 以及制造谎言和实施暴力的官僚机构而存在 现在我们做个总结 北京纪委的通告表明 任志强将受到中共的严重 难逃牢狱之灾 也可能在狱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但任志强并不怕 因为至暗时刻总要有人站出来 赤则黑暗呼唤光明 相反集权制度和习近平在迫害任志强的时候 已经显示出他们的落落 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容忍一个讲真话的人 中共可以消灭任志强 但任志强事件已经和正在唤醒中国人和世界 中共就是人类必须共同对抗和根除的病毒 疫情过后 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和世界会为任志强和无数受害者 想制造这场人祸的极权中共 套回公道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